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自7月30号起实施港澳地区外国旅游团入境海南144小时的免签政策 为支持海南进一步对外开放加速推进国际旅游岛进市步伐 提升海南旅游业发展和国际化水平 经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公民持普通护照到香港澳门后 经在香港澳门合法注册的旅行社组团 只要两人及以上入境海南旅游就可以免签政停留不超过140小时 海南是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风景堪比夏威夷 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南共接待入境游客将近5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51.6% 收藏着速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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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等 火灵